COSSOVA LIKE的MS-1 大家好,我是Benji 欢迎到MANCABE 今天上班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但下班的鞋子很开心 好像有个REBOSE 很亢奋 等了15年了 这次终于再restore 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COSSOVA LIKE的MS-1 中文名叫死亡之文 英文是Kids of Death 等了15年 之前炒到1,000多元 真的不会买 现在这一对 我是抽不到的 我吃炒价 我给原价贵多 3倍价钱 3,500元 原价只是1099元 但我觉得3,500元 很值 很多细节 就算盒子 可以和他讲几分钟 很多细节 我跟大家开来看看 是吗 这次是 真的 很值得 我来看 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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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说完一点,Jordan 1 穿9毫半 Easy 三名是10号的 我买9毫半 跟大家看看盒子 整盒是黑色的 前面有一个Court Sogo 加上Like 这边有一个Court Sogo 这里有一个Like 这里是凌杰集团 凌杰集团 凌杰集团 就是Court 陳冠希街公司的中文名 凌杰集团 我刚才知道 知道了 这个牌子才知道 上面 我初次以为是鬼话符 看清楚 原来是英文 Air Max 1 看清楚 Aer Max 1 现在可以看看 大家看到 我买在Juice 买的 原价是1099 只是1099 我觉得定价太低 就算是1899 1799 也有很多人买的 而且对鞋的Quality 皮质真的很好 完全不是1099 很好的货色 看一看 一张纸 它是纳纸 它也是有Court Sogo 和旁边的Pattern 都是跟着的 我把鞋拿出来 而且旁边 有个表 我稍后再和大家 对应鞋底 我把鞋拿出来 真的可以 好 清楚一点 给大家看 不知道是否看到 也是 有刚才旁边的Pattern 再加上Court Sogo 对 里面就跟一条 红色鞋带 和原装一条 这条 是泥龙 泥龙带 这条 皮质真的很漂亮 我查一下QC 完美 真的完美 没有胶水积 很漂亮 我这双可以用完美的形容 真是 製造年份 看看 它就是 20年8月 到2021年1月 即是刚刚做起 里面 最有趣的是 前面 是透明的 所以 一定要穿穿穿穿 不然就要穿穿穿穿 稍后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 9号半 或者可以买小半 可以买的 我等会给大家解释 后面 这个位 不知道看到吗 是反缸 3M 反缸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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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 应该不是皮 因为是胶 反缸 很多东西 这里 好像蛇皮 上面 这里 是鸵鸟皮 假扮的 其实不是 全部都是普通牛皮 假扮的 蛇皮 鸵鸟皮 整个就是 镜皮 很漂亮 尤其很漂亮 上面 红色皮 真是很漂亮 红色皮 这些都是牛皮 里面 有个Cox Logo 前面有Like Logo 后面Cox Logo 都足够多的Logo 最重要 最有趣的是鞋底 有些像Editus Forel的Human Race 下面就展示了 哪个脚板的经络 有些月位 下面有Cox Logo 又有1234 不知道你们明白了 就对应你的盒 这里就写着1234 我老婆 对中医有些研究 她也认证过 再说一些特别的东西 我自己就玩Hot Toys Figure 而她就玩这些Figure 哈哈 是不是很变态 她有些什么 点 月位 等等 她就玩这些Figure 我问过她 她就跟着脚的 全部都是对的 全部都是 对的 这些 很有趣 这些细节 其实她可以不用做这么多 做了就漂亮 我把鞋子给你们看看 真的还有很多细节 这个鞋子挺有趣的 这个是 这个是 纸皮的 对 那我 先拿出来 那我拿出来 那我拿出来 这边 这边 她的中文名是 凝结集团 那这边 就跟回刚才的盒子里 我记得一号 二号 这样 跟回她的月位 对 点月 对 还有 底 就好像鞋底 那样 真的 很有诚意 这个真的 哇 真的可以 那里面 整双透明 那 就 讲完尺寸 如果你穿上去 呃 啊 比较一下 可以 我自己有 MX1 那 这双呢 我就是Ferrari Ferrari Safari Safari 那 尺寸 其实是一样的 这样 可以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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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她是透明 你的脚趾 如果 通常我们穿鞋 就一只手指位 多一点点位 因为你走一走一走 脚会脏的 要有少少位 被你 脏大 脚子 就不会撐住 所以通常我们就会留一个 手指位 但是如果这一对 留一个 手指位的话 那些脚趾就露出来了 即是看到 那对襪子 和鞋子 那就 其实就不太好看的 但是 如果 那里我试着的 如果你穿上去 呃 怎么说呢 我穿9号半 即是正马 阔度是刚好好的 场面 大概一个手指 松一点 但是如果我 单半 买一对9号的话 那上面就会好看一点 那些脚趾不会突出来了 但是 旁边就会很窄的了 是的 所以就要取捨了 那 你穿得这双鞋 都是穿些很sharp的襪子 那 那 那 如果你的脚很窄的话 那我就建议可以买小款的 那 视角上会漂亮一点 但是一定没有那么舒服的了 那 那我就选择舒服一点 那 那 那 对 看到 就 看到 就 看到脚趾不怕 而且这双 我想我都未必会穿的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 我应该会收起它了 就是收藏 不会穿的 因为首先 鞋底 这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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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 这双鞋 持走会变成这样 是的 很快 很快 你穿多 你穿回几个月 就会变成这样 这双鞋 本来也是这样透明的 双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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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透明这双鞋 其实我觉得 这双鞋挺难 这双鞋 但这双鞋 挺漂亮的 真的挺漂亮 等一下 这双鞋 没什么呢 这双鞋 1099 现在炒到$3,500 鬆一点 我看到有些师兄开 $4,000 价格是厉害的 现在StockX的价格 都差不多开到$4,000 是的 我们等了十几年 什么都要买的 但如果 如果 如果说的是$4,000 左右 其实有其他选择 但这双鞋 我自己看 这双鞋 你守吧 守回你年多两年 我想 四五千元 一定有的 升到这双鞋 但首先 前提 你要 对鞋要保护得很好 而且不要穿 因为这双鞋 你穿回一两次出街 就已经开始变色了 再说多一点 在里面 有红色的 红色的 很有趣 我刚刚穿过 这双鞋很舒服 首先鞋墊足够厚 我想更正一点 这鞋带是麻质 这红色的鞋带 整条鞋带包了蠟 好像 Travis Scott 的鞋带 很软身 再说多一点 这一边 这一边有纸 写到明会脱色的 意思是 他就叫你 穿的襪子 不要穿得太浅色 尤其是穿白色的襪子 穿白色襪子 外面的黄色 皮色 会脱色的襪子 脱到襪子 他就叫人们穿深色襪子 不要穿浅色襪子 我自己有Facebook Group 叫今天穿什么鞋 有兴趣可以进去看看 上面有很多师兄 在讨论这一拨鞋 下日再见 拜拜